到底是制度的問題 還是人選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應該很清楚 我同意謝龍介講的 剛開始前面三位前輩在討論這個 對整個國民黨一路的扣分 觀眾朋友在看電視 其實他們三位講的都是事實 但是只要討論制度 國民黨就是扣分 我很抱歉用前面這兩位前輩 來當例子 這個江啟臣委員我非常的佩服 因為他在台中 他跟盧秀院民調很接近 盧秀院贏 江啟臣風度很好 他全力幫盧秀院輔選 我的看法 如果當初民調是江啟臣贏 以我了解的盧秀院 他也會輔選 然後我認為江啟臣 也會當選台中市長 但是每個縣市狀況不一樣 剛才謝龍介說很哀怨 我講給大家聽 因為他可能也不太好意思講 謝龍介在台南 是國民黨非常弱勢的地方 之前他已經替國民黨 犧牲很多次了 選起 頂尾選立委沒一次條 平坦弟說抱歉 沒一次條 現在還在市議員 已經做十七年的市議員 加國民黨 台南市黨部會主委 港口 就沒辦法要選 如果國民黨多一點 像江啟臣這種風度的 多一點像謝龍介這種犧牲的 國民黨2014 2016不會輸 國民黨多的是什麼 就是在中常會裡面 從來沒有選舉過的 你叫他選他也不敢選 他這邊指點江山 怎麼講到中常委去了 我剛剛正要提醒你 你又講中常會 我要把他拉回來 我再次的推薦大家去看那個 我們聖喉龍在北漂黃偉哲那一集 那一集好看 再次的推薦 裡面黃偉哲跟主持人講 他說我當選那天晚上 那一集車拿鞭炮來 我給你沒幫 輸得很難看 黃偉哲是慘勝 所以很多網友大大講說 如果那時候國民黨 當然不是罵這個高師伯 就說那時候也是拿鞭炮來 沒聽到 現在台南會變 沒聽到 因為這個 觀眾朋友 不好意思 我這是罵後砲 不過我把這個農界上 我給他鼓勵 這個觀眾朋友你看 剛才王世堅議員說什麼 他說他如果有那個什麼 美式出選 他會投吳敦義 這吳主席看到一定是非常的怒 可是我所了解 他佛龍王 他投他 搞不好他會上 不是 他很猛他 我罵他 他才會上 我偷他 他就要偷通 那你怎麼還敢繼續罵柯P 黃議員他只講實在話 我相信吳主席 包括吳主席的支持者 不是很服氣 但是我相信王聖堅 我給大家看這個資料 這也是前年 現在說前年 2017年國民黨主席的選舉 你看韓國瑜拿幾票 拿5.84% 第一名是吳敦義 韓國瑜一準沒有韓流 黨主席的選舉 韓國瑜一萬多票 輸得黑黑黑 那個時候還沒有韓流 韓流是最近半年的事情 2017的國民黨主席 韓國瑜那時候被 菜灘被丟掉了 被踢出來了 他跑去選5% 這個我講這句說 其實國民黨的黨員結構 是跟我們的選民結構 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所以你說什麼黨員投票什麼的 我相對是比較保留 王世堅最不想看到的候選是誰 剛剛榮介兄講這個 我拿我們今天中國時報 剛剛謝榮介講什麼 要真 選民喜歡的是柯文哲的真 現在最真的是誰 最真的是韓國瑜 所以袁志兄你剛剛講那個 我用一張照片當我的結論 抱歉 來 這張是ETT Day我抓來的 觀眾朋友你看 這是韓國瑜 他去魚市場 一張去魚市場 觀眾朋友你看這上面是什麼 韓國瑜市長你好 魚市生意很不好 這個是韓國瑜在這裡 他發紅包 排隊跟他握手什麼 這是在昨天前陣的魚市場 他去巡視 所以我的結論 觀眾朋友 不是制度的問題是人選的問題 是連算問題 今天剛好是韓國瑜就任一個月 滿一個月 其他縣市長也是滿一個月 這個葉議員也是一個月 不過我會說 國民黨應該不用在 制度上面去打算 是人選的問題 人選對了 什麼制度都不重要 如果有美式初選的話 王世堅最想投的是吳敦義 最不想投的是韓國瑜 是這樣嗎 不 我心裡其實最想投的 剛好相反 不過我會去投的 我會去投的是投吳敦義 因為我的看法 我之所以也會投吳敦義 我的看法就是說 我要繼續看下去 看國民黨 看吳敦義還能鬧多久 這樣子的方式 還能鬧多久 因為吳敦義其實司馬昭之心 吳敦義一直認為說 國民黨最困難的時候 失去政權之後 包括財務上的問題什麼 都是他去張羅的 所以就人情義理而言 他覺得國民黨的支持者 應該還他一字 至少很多場面是他撐出來 可是這些想法跟多數的黨員 其實期待是不一樣的 其實很多黨員其實了解說 國民黨不要再爭了 就是說你還有很多 隱藏性的黨產 就是他認為吳敦義 這個貢獻沒那麼大 就不用價了就好 你現在那個角度滿特別的 剛才龍介兄一直在萬嘆這個 其實龍介兄萬嘆的有一些道理 每個黨都一樣 每個黨簡單講 你如果以二分法來看 黨裡面都分兩組人 一組是充足的 為了理想 價值 去對外作戰的 重組的 另外一組是撐骨組的 撐骨就對了 你重重的撐差不多 他出來撐骨 散後 減便宜這樣子 一直都是這樣 任何政黨都是這樣 所以你心有吸氣焉 對 我很理解這樣 我也是 風太久了 我將來不去撐人的骨 我的看法就是說 其實國民黨要面對 其實是更嚴肅的 其實是社會一直挑戰國民黨 一直要國民黨答覆的 這個部分民進黨不但答覆 民進黨拿到政權以後 民進黨都有做 就這四大方向 第一個 你跟大陸的幾代 跟大陸的連結 對 這四項必須說 你跟大陸 你對大陸的態度立場 我們台灣的價值跟中國的 國家的分裂是在哪邊 第一個 對中國 第二個就是對過去的 高壓威權獨裁 這一部分的轉型爭議 你的態度是什麼 第三點就是說 你們過去不公不義的黨產 取自國家社會人民的黨產 這個你的態度是什麼 第四個就是年金 這個年金過去有一些不公平的制度 這個年金的改革 未來怎麼樣共同面對 我們國家未來財政可能的困窘 所以這四大方向是社會 一直要國民黨拿出態度跟立場 如果國民黨有辦初選辯論的話 事先可以去當提問人 對 其實我最適合是當提問人 我覺得這四個問題 國民黨到現在為止 他每一位候選人 都是用韓混帶過的方式 包包做一包就對了 反正就是說能混就混 能帶過就帶過 因為他們比方說這四大候選人 他們四個是互相比 只要我不比你太差就好 所以他們是四個互比 他忘了說你要跟整個社會 你忘了把韓國瑜放進去 因為韓國瑜早就說他不選 我相信他也沒有那樣子的政治野心 所以如果韓國瑜要選 他絕對會強過這四個 這是大家心裡面都有數的事情 不過你剛剛認為說 吳敦毅的種種缺點 然後他在國民黨內如何如何 這件事情可能會被吳敦毅認為說 他是民進黨最怕的人 因為他過去都說 他是民進黨最怕的人 所以由他來選是最適合的 所以你現在如果罵他 真的有福隆的效果 我罵他 是我真的希望他出現 看他能不能被我罵 成才一點他就出現了 其實他出現了其實是 這個就知道 其實民進黨比較好選 大家近在不遠中 近在不遠中 事先真是非常難操作 他的這個福隆發威的範圍 我覺得制度跟人選都很重要 當然人本身 他有沒有這個競爭力 他可不可以贏得大選 這是最關鍵 因為你如果人本身實力很差 制度再怎麼機關算盡 最後其實還是贏不了大選 必須是這樣子講 我覺得現在這樣的一個制度 看起來真的是滿詭異的 為什麼黨員要一票乘以二 請問選舉的時候 投票的時候 黨員一票可以抵兩票嗎 不行 如果不行的時候 在整個大選當中 你放大了黨員的比例 請問換來了什麼 只是自己在同溫層 自己自我感覺良好嗎 我覺得其實每一個國民 黨員要認真想清楚 不管你是中常委 不管你是民意代表 或者是一般的黨員 大家只要想一件事情 我們有沒有辦法推出一個 最強的人選 最能勝選的人選 而且在民調裡面 其實是最高的 有可能打敗柯批的人選 推這樣的人出來 那才是大家的共識 其他機關算盡 只是為了特定的支持某一個人 而設計出來的制度 或是推出這樣的人選 我覺得這都不是一個 真的愛護國民黨的黨員 想要看到的結果 所以其實很遺憾 在這個過程當中看到 這整個初選制度 討論這麼多 我覺得從我們贏到現在 請問全國觀眾看到了國民黨什麼 每次上新聞 看到國民黨的新聞是什麼 是這個中常會在開什麼會 然後又是選舉制度 搞東搞西 這樣子我們可以真的 有把握贏得2020的大選嗎 別忘了TVPS最新的民調 朱立倫其實是裡面最強的 朱立倫出來差柯批是6% 其他人差的是10幾%跟20幾% 我們都沒有贏 都沒有贏的情況底下 我們自己內部還在算計說 什麼樣的方式 可能都有得分多一點 我只問任何一個你可以勝出的 你有沒有把握你可以打敗 今天如果柯批出來 你有把握你可以打敗柯批 可以贏得大選 我覺得每一個在算計人 自己心裡要想一想這個問題 不是贏得國民黨的初選就好 贏得國民黨的初選 是你要代表國民黨有辦法 就是2020獲得勝選 這個問題才是大家應該要問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大家不要小看 每一個國民黨黨員的智慧 我相信過去失去政權這四年 大家都感受到痛苦 民進黨的這種阿拔的方式 集權的方式 然後修理敵對陣營的方式 大家是看不下去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都拿出一些智慧出來 今天討論各式各樣的制度 都可以討論 但是拜託這個制度出來 必須是一個公平的制度 而且是找出我們最強的 這個2020的候選人的制度 絕對不能私心自用 這當中如果有刻意的機關算盡 或者是私心自用 大家都非常的聰明 大家真的看不出來嗎 一定看得出來 而這個會傷到誰 是傷了國民黨這個政黨 而且恐怕也會阻礙了2020 是不是真的可以贏得大選 所以我真的覺得 國民黨從勝選到現在 真的現在看起來 我個人覺得 沒有太多可以開心的氣氛 因為我們整個政黨的表現 並沒有讓大家覺得 我們有更往前進 別忘了民進黨這個政黨 他大敗之後 他現在在做什麼 我覺得他很多事情 他試圖從大敗當中一直站起來 請問我們國民黨贏了之後 我們有沒有更多讓大家覺得 你這個政黨了不起 很棒 不是真的討厭民進黨而已 而是我們做的 很多的政策方向作為 就是民眾的按讚數會越來越高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問自己的問題 所以一直在這樣子的東西打轉 我只能說對國民黨 會是扣分 不會是加分 王維 你不是中常委嗎 對啊 我不是 我剛才也不幹中常委 唯一中常委在這裡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一個制度設計 就是要設計出 找出一個能贏的 會贏的 對不對 現在從媒體的 各種媒體的民調 只有韓國瑜能贏 大概 就是各種民調 現在1 2又來了 他剛剛就職一個月 那怎麼辦 你應該設計什麼制度 你有辦法去說服高雄市民嗎 如果是為了想贏 想要重返執政 重返執政的話 才可以施展你的報復 你這個政黨的政策 你覺得說可以讓台灣 現在的百姓過得更好 兩岸更和平 向前走 最後選出來你沒有贏 那不是回到 地方選舉其實不重要 你贏了16個縣市 18個縣市 最後2020選完了 那還是民進黨執政 或是柯批執政 對國民黨贏這16席15席 是一樣的 沒有意義的 國民黨贏 各位然 gue traveling 見到 台北 您 顯示 鬧